政典就不一樣 政典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名詞 一種是形容詞 什麼叫做名詞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討論 這個名詞就是 譬如說 我們今天去學院 我們初期班上院 我們有一個最基礎的法理概念 我們回去想說 我們的親戚朋友 我們要來跟他們 分享 法理的內容 但是我不是要 慢慢聽你說 我也會跟他說 那不可能 就是說 我們政治我們不在接 還有一種最高的 上座都相同 這種的就是 就是假霸 但是這種人叫做名詞 一種的名詞 但是形容詞 這是政典的一種的手腕 手腕 我記得 現在 大概四月份 我來這裡 上課之後 禮拜 我太太說 洗一支牌去 用手洗很辛苦 很疲 過去都媽媽樂 都是洗一支 這洗不是用手工 現在說好 沒有拜 來全國 來買 買 買15公斤 如果買13公斤 太多小 買15公斤 15公斤 我說 你不要跟他負責 負責 你還要跟他負責 現在那個服務小姐 在那裡在笑 我說 兩天 我們這間 我會買一台很大大的 甚至我們如果下 人也可以去咪咪咪的 那個小姐在笑 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種的手腕 手腕 正在一種的 我們現在在說的 就是 還有一點 這都發在我的心想 因為我怎麼會煮這裡 我們泰台的上班 如果下班回來 我都會煮 但是我的米索 我是用日本的 在那個蘇谷 的地上有在賣 我現在 跟他買一買 很古怪 以前 有年輕人 你娶婆 沒有 沒有 有女朋友沒有 也沒有 因為我以前亂來的時候 都會牽手 現在牽手 是說 小姐都在那裡 那天 那天 我會說 沒有來 洗洗 買一些洗術 買一些小孩的衣 現在那天也給我牽手 好 我心裡 我是說 海也不知道 有事情會發生的 不然 就很久都沒有在牽手 不然那天 那天 那天又牽手 我現在去 原來是有目的 他在那個專櫃 在那裡看那個包包 那包包 我有看到 幾粒粒 五粒粒 頭前還去 二十萬 我現在說 等一下 我先來 便宋 我就走 我知道 他先來 在想什麼 現在我去 他說 你怎麼去那裡 怎麼久了 不然我就去那裡 看一看 我沒有買 我是看一個而已 這種的 這都是一個 政治手腕 政治就是這樣 當然兩個人 醫生 這是一個管理 一個管理 但是法理 是不一樣的 法理 就像我們去隔美國這樣 他跟我們選擇 之後你就是要執行 跟我們選擇說 我們沒有國籍 我們在這個 世界沒有成人的政府 這就是人權 所以我們用這個 來控告 包括這處 也是這樣 都用人權 基本上大家有了解 那個 再打開一下 有 OK 來 我們現在來 了解 流亡政府 流亡的政府 他說 要來在台北市 我們這裡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 他流亡來在這裡 我們現在來 也是在你這兩天 你有了解到的 等一下你做一個答案 高雄館 可以合併在高雄市 五都選舉 五都會選舉 台南館 也可以合併 台中館 跟館 這兩個都可以合併 請問台北館 怎麼可以合併 他還要認識一個新北市 是不是人太多 這樣欠管理 對不對 這個新北市 不是 因為我剛才有說 流亡 中華民國 他是流亡來在哪裡 台北 台北 台北是我們的首都 所以說 只要是一個流亡的政府 他流亡都是一個首都 你包括西中 流亡在印度的 德蘭沙拉 突破 他也是這個三市 其實 但是 法國 被 被 被 保佑 在哪裡 也在英國 的首都 倫敦 韓國 韓國 它被保佑 但是 它奉著 要還有領土的資材 它用管轄自立權 來交代給天空 所以說他流亡在中國的上海 在流亡都是太多 所以說我們剛才必須長說 通常台北都是這樣說 包括我們的選手 外國比賽 那些衣服都有什麼 CT 其實這個內容英文是 Chain is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我現在簡單說一個養生之道 我們現在早上你們起來 是有人有喝滾水還是吃水果 飯前吃水果的那有 有 是飯前要吃水果不是飯後吃水果 因為為什麼要跟飯前不要飯後 你飯前吃水果 因為水果都是多分體 它的抗氧化 你如果早上喝這個溫的 像我知道也吃兩條金釦 你把溫開水喝下去 大家給他為他叫他穿 300cc就夠了 叫他穿過後吃水果 一點正後 待吃你魚仔的炸點 你會說我上班要怎麼樣 現在賣富,沒關係,你帶在那裡有時間你怎麼吃 帶長到中午,吃比較好,吃比較飽,沒關係 晚上就不要吃太飽 盡量在7點進場,吃到5分飽、6分飽這樣就好 盡量吃蔬菜類的,飽就不要吃太多了 有的人說,我如果餐廳要怎樣,怎麼每天在餐廳 沒有嘛,一半回來沒關係,但是你一定要運動 要運動,因為你飯後又吃水果,就會覺得很會睡 有這個現象,因為水果也容易發酵 你吃肉,吃飯下去,胃 他現在沒辦法在短時間消化,水果會比較大聲 所以說你如果發酵的時候,就會像有酒氣這樣 會感覺人會這樣,要睡,要睡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飯前吃水果跟飯後吃水果有這個原因 但是飯後,你不要吃冰的東西 你如果吃冰的東西,是不是很簡單 你用這個油,燙燙,你含冰水下去,會變成什麼火 會變成小冰塊,會變成小冰塊 這個小冰塊下去是在我們的胃的內壁 很容易吸收,你吸收之後 到最後變成脂肪 會滷肥的就是這樣 到最機會,會變成腸瘤 這在我們隱私的方面,我們要很注意 因為我比較會吃冰塊,我就會用冰塊 芭蠟也可以,香蕉也可以,不一定會冰塊 因為我在美國,要冰塊很貴 一顆加在五十塊的代表,一條金酒也加在五十塊 一杯水,水是比油更貴 一千CC,三塊,三塊的米金 油等兩塊,他兩塊去而已 我在3月13號,我們8號就過了 我不知道美國有夠貴 阿虎,他們都要消費 我剛才入獄,入獄的時候 黑人,剛才去到八個而已 我也看過那些黑的 阿虎,也很好 看你都大包大包的行李 他就是幫你拱,有一個撞的鞋子 二十塊的米金,我怕死亡 阿虎外,大佑就跟我說,沒有十塊 十塊他們賣,不賣,我走去 阿虎外我說,我們要坐油南車,大家冰冰冰 阿虎,他也剛撞到那白撞的 阿虎外,他們就是都賺這個小費 他們一個月幾十萬的,會代表 你如果說,一塊,撞一塊而已 就二十塊,我們在那幾十天 剛才花一百塊的米金 他把你整理、房間都要消費 來,這個全球 將近七十億的銀口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而已 就是有三項都第一名 這真的 哪三項你知道嗎 不是運動第一名 是感情第一名 湯牛杯也第一名 洗油漬也第一名 這都是怎樣 我們吃了沒有健康 還是吃了,吃到毒的東西 我們會三成這樣 這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也有在泡蕾夢 我現在泡這就是蕾夢 你如果蕾夢 買那個無毒的檸檬 你洗一洗 給它動在冷凍 然後動三點鐘 一般我們的家用的冰箱 動三點鐘 它不會結冰 你下來 把它切成小片 切一切 用容器 補在桿子 把它抬起來 你把它放一些蜂蜜 泡冰底 冷水 泡完之後 隔天吃 裡面 就是你真真真吃 要吃到的 維他命C 就是這樣吃出來 因為蕾夢 你經過冷凍 之後 它會把它萃取 你要愛的東西 我們要萃取 就是用冷凍 把它破壞 它裡面的組織 用甜把它切齊出來 這就是維他命C最好的 其實我們吃的營養品 都黑白吃 多花錢 你用這樣吃法 裡面有四十種 最好的 這是美國一個 有唱的 報酬 他研究出來 奇怪 這維蜜 這麼好的東西 它會沒有人要用 因為一般 你都是要打開 輕輕的 泡這個米 泡這個丁 有的是怎樣 這樣輕輕的 掛茶這樣喝 那是不是會苦 它也會很痠 但是你用這樣 出來 你維蜜 不可以吃 就變紅色 變紅色 不是青色的 你可以吃到裡面 最好的苦油 蜜蜜是吃那個皮 你如果吃到有毒的東西 蜜蜜如果有油 蜜蜜是有毒 你如果不知道去買到 很漂亮 你買來 你如果用這樣的方法 去用 你先去拿那個毒油來吃 所以說 你如果比較貴 就是要無毒 那叫做安全檸檬 它檢驗出來 是毒效 比較低 所以說你如果要吃的時候 要很注意 來 這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1年9月8號 簽約 52年4月28號 晚上11點半生肖 來 我們現在 因為這是超級版 我先跟這個概念跟你們說 這就是 因為 台灣跟日本 最無法 在台灣人 無法去了解 我們的地位 都請要發獨立 問題就是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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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租款 就是 等於權利 加民利 加這個租長 義務 加義務 就是說 租款 我們 也是定義一個租德款 主導權 什麼叫做 完全的租款 就是說 地上物 跟租特款 跟土地的 主導權 定義就是 權利的主權 跟 領土的主權 這種的是 怎樣 就是在租款的管理 加義務 要有在領土的性質 還有 來 麻煩一下 你的手機請給我 請請 請請 三位叫做 完全的租款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 下面這個英語 Write 加這個 Title 加Claim 這是 Lubrelation 這就是 這個義務 一定要有租款 跟管理 跟名利 來 我簡單做一個改稅 這在你們新台灣裡面 一百九十以後就有 這我們看到的 這是什麼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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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機 你這樣整個看 是在這個外面而已 對不對 什麼叫做 完全的手機 是不是 它裡面 一定要有軟體 要有那些晶片 要有電子 這叫做 完全的手機 你不可以卡 不可以收聽 意思你聽到沒有 就是說 裡面 一定要有 完全的東西 你怎麼有辦法 使用 我們這個 謝謝 我們這個 這個租款 這個租款 就是一百多年來 一百多年來以後 我們有 在國際上 我們有聽到 什麼叫做 租款 這個租款 就是一定要有 款力 跟名利 跟主張 這是一個 完全的租款 我剛才記一個例 就是像這樣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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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台灣 我們沒有 租款 我們是怎麼 要選擇 獨立 要來指定這個獨立 是怎麼 美國也說 不可能 要獨立 這個代表戰爭 就像我剛才說 你一定要有 很好的武器 勝過 美國 你怎麼發導他 戰爲贏他 如果 他高權 都在美國的手段 他是佔領者 我們對這個租款 這個地位 如果我們不清楚 就像我這樣 25年在民進黨裡面 無無的都不知道 媽媽也不知道 媽媽也沒有目標 也沒有理想 也不知道 這個方向一堆 接受我們的法律 我們必須說 之後 包括看這些切 都知道說 唉 我們怕不到路 所以說 在法律上 我們一定要怕上法律 法律是我們為的一條三路而已 其他都沒有路 我們都沒有過 所以說 也希望你們回去之後 雖然聽這些工師在講 聽我們必須長這樣在講 這樣要不夠 包括你們在高級班 還是之前訓練也好 你知道嗎 這法律是非常非常沉 不是說你聽著聽著 這樣幾天 這樣就說好我就很厲害了 不可能 當然 我們必須長要寫這個 新台灣論 要寫過了 把真正的歷史 真正的法律 我們寫在我們這本切裡面 包括 要怎麼走的路 他也都有跟我們說 這是一個邏輯 你這本切你看看 你會很愛看 一天不用說就看得完 那是不可能 看不完 從早上起來 如果以外的經驗 我都早上起來 看三次 因為起來那些精神比較好 看三次 這樣 起床大概亂一次 看重點 看一看 有一個概念 要看三四次 四五次 你知道嗎 真的 了解裡面 一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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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幫我們改稅 做改稅的時候 大家再稍微聽一下 這個 我們要來改稅 就是說 這個政府 他有錢嗎 有 他叫你六歲金 這是不是有權力 叫你做兵 這叫做權力 譬如說 你如果在陽明山 陽明山 是不是好山好水 這是不是算是一個 國家級的工廠 所以說 他看這個地點好 就受權好利 你給我建設的好事 做一個國家的工廠 這叫做權力 像這個 民理 這個代表 你如果像說 麥英九 命令這個 毛治國做交通部長 這就是你的代表 給你這個民理 意思相同 你如果這個 主張 這個 這個主張 這個主張 叫做宣示權 像四月分 這個美國的 這個大防風 兩台建造機 鋼落在台南機場 我們每天就不說 那後面 那個 那個 演講講那 有黑黑 說發電機點去 那兩隻都在電機 那有可能 那兩隻都鋼落 裡面建造機最重要 要有兩台發電機 所以說 我們如果不知道 這些民體這些民嘴 這樣操縱 還說到這樣 讓你聽到這樣 啪啪啪 人來也沒收你 來就進來 那也還會吃什麼 鹹酥雞 吃什麼 那個 好吃的東西 小菜 炒豆腐 人家吃這個 我們火電機 敗就回去了 所以說 這是一個 宣示權 我當時要鋼落 就是要鋼落 但是你這兩隻火電機 你如果在蘇聯的冷空 你如果隨時鋼落 就是 這兩台 建造機 是不是 還有 你看看 有掛兩顆 那個香味色飛彈 那是有武器的 你如果它飛過這個冷空 我會說 保證爬下來 所以說 這就是這個主張 這做我們的改遂 這樣你們聽得好嗎 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因為你們到科技班 這個議題會比較沉 所以說我在科技班 我會先跟你們說一個概念 不然這你們 是要了解 比較不簡單 這就是 我們在191 我們會看到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 民意和主張 那個主張就是宣誓權 就是在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的第二條 日本 為人說是 歐雷特 泰兔 恩 クレーン 就是這個クレーン 主張 通過摩扎 跟朋友 因為這個クレーン太重要了 所以說 你在殖民地 是民地和領土 當然是差很多 有的人說 台灣跟韓國 我們韓國就可以獨立 是怎麼台灣不行 這問題就出在這裡 因為韓國在1900數年的時候 他將管轄自立權高的 日本天皇 他是流亡 在中國的上海 你現在這個 第二次 世界大前 現在日本前排 他第一條 他就說 要放棄 韓國的管轄自立權 所以說 放棄後 日本天皇放棄後 韓國他本身 放棄後 還有這個領土的租權 所以說 他們可以獨立 但是 我們 我們的租權 要在日本天皇的手臨 我們要怎麼獨立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大家 我們台灣人 還是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搞不清楚 所以說 三星 跟我們呼籠就對了 美國跟中華民國 就是用這樣跟我們呼籠 就像我剛才說的 政治 這是種的手段 到這段 當今七十年了 那是好處在 秘書長在六十 六十年 六十年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 到這段 終於到那十年的時間 如果美國是要跟我們 晚上一百年 你要想看 我們落的水金 我們做的兵 這都不應該做的 被贊領區 我們沒有這個義務 所以說 這就是怕 我們要來了解這些 才會發力 也希望你們要用心來聽 來 這就是 義大利 義大利當時 他放去 索馬利亞 的時候 就是這樣 義大利 維朗誓是 歐 right and title to 索馬利亞 他是放去 兩項而已 放去 這個 right 和 泰土 他沒有 困難 那個主張 他放去兩項 我們為什麼要放去三項 因為義大利 沒有索馬利亞的 領土的主權 所以說 他可以全部放去 但是我們就不一樣 我們就是還有這個主張 所以說日本天皇 所以說日本天皇 他在1945年的四月初 就從台灣跟平洋 已經十四明治憲法 跟日本天皇合憑 這個領土 這就他們就掛不出去 就是在這裡 你如果掛出去 我們今天就可能沒那麼好過 但是 就是 在當時我們再說回來 如果是在美國 他親身來占領 會不會來講 我們現在 跟日本是平起平坐 你知不知道 日本的見識 我們是 我們實在看了 都沒有錢而已 要來住日本 也不要住這裡 他們的見識 你想說 一般 我們如果有開車 我們看他們的倒路就好 他們的點子是空三十公分 我們這裡是空幾公分 空不幾線 如果這裡這座路這樣空完之後 落這個褲 就那一空一空了 如果他們的車 我們是實在說的 四季 你好像在這裡 我今天去這裡 在這個地方 發車 幾點幾分 開車 這個開車的速度 都保持多少 他們都要記錄 你到目的地 幾點幾分 他們都有記錄 我們有記錄 我們沒有記錄 在日本 你要說 發生車好 有夠少 我們在那裡五天 甚至也沒聽到 那個 救護車的聲 我們也 所以說這就是 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我在這裡 六月十四 我說一個 我們太太 那天剛才禮拜 她要帶我們小小老生 她都在台南讀書 要帶在屏東車頭坐車 剛才在我們村出去 我那時候 三點五十幾分 我剛才坐高鐵回去 我是說很熱 要洗生活 剛才接到我學生的卡電 說爸爸你快來一下 因為剛才在我們的 房子 我們村剛才要出村而已 剛才在那個 哥家家 哥叔公路的家家 他 我們太太在第二台車 頭前已經一台 牆上過了 但是有一台歐巴桿 歐巴桑 六十一歲了 她四十四年以後 騎了一台歐巴桿 現在牆上 對我們太太那台車 頭前在那裡 撞下去 撞下去 緊椎回去 當中就死了 流很多歲 所以我們太太看得到 腳屁股 撞下去 我是 因為我本身 在衛琴學校 在這個 買故宮那裡 衛琴學校 我做兵的時候 我想問三個位 我也是急救員 所以說 在那個現場 我們看很多 我們在做兵 在媽祖 我也是做副理事 所以說有的清紙 一顆下去 她跟她的肉 後面的長度都漏出來 我們就是要把她撞撞撞 天天上去太平經 所以說 那個我不會怕 我們太太都不敢看 她跟我說 人不敢說死了 好 就再靠 摸我兒子這樣摸 嚇得脆脆脆 我說沒關係 就發聲就發聲了 就是對方 穿紅頂 如果今天是這個 在日本來說 就不一樣了 我們如果穿紅頂那個人 撞死人 譬如說 他這個人 平均的年齡 是八十歲來說 要他在三十歲 你就把他撞死 我跟你說 把他撞到那個人 可能有哪 不用挖 因為你要把他 背他平均的年齡 到八十歲的錢 要吃整個花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五月十歲 我們過的時候 他們是開始推動 實施那個交通的運動 就是說 你對孩子 國後 他們就實質 像這樣做 在運動場 你如果設一個紅綠燈 後面有救護車 我們要操作人 我們都穿那個 防護衣 那個配備都穿得好 就說 現在那個 轎車 穿紅綠燈 總是一個人 要把它撞下去 但是他有 這個防護設施 可能比較不會受傷 但是他們就說 這個人死了 就怎麼撞到車來 這樣 他是用那個交易 對國後 國中 國中 在他們 還沒拿到這個 架腳的意見 他們就受到那個交易 你再想 他們如果拿到架腳 他們感覺會不會開車 所以說他們的交通 真的 做得很好 尤其是我在前一遍 那個針國神社 我們的東芯 在幽舊館 剛才冷冷 裡面都暗暗 在看電影 看這個影片 我剛才看那個影片 都總有 那六十幾歲了 我們的東芯 剛才不知道是冷冷 裡面還有放暖氣 所以那裡睡著 睡著 睡著 裡面黑黑 穿黑色衫也找不到 我就冠軍 因為剛才在我們那台車 我剛才冠軍 要他找 剛才在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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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看 一段前一段 我自圖 那家智停 就它血倒起來 腳都被動起來 前一個動起來 手要被避免我長過 你看他們的交通機 ribbon 對孩子開始 他們就灌輸那個觀念 我們這裡沒有 我們這裡只有一天請給你看看 看來真的 自己想之後會怕 所以說政官太太都不敢開車 也不敢走過那條路過 上班的就說走到八條 都會想 會想到 那當然人死在那裡 所以說這也是一種的 我們台灣民政府接政這個交易很重要 交通交易很重要 自然說人對孩子這樣要請用 也是很辛苦 我現在因為時間沒有多少 我又跟大家說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架構下的臺灣民政府 我們要上課拜佛來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大門那裡看到什麼 江秋冰 不是啦 台灣民政府那個交易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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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來等待警衛事 對不對 你們大門進來的時候 你頭上看起來 在我們的大門進來那裡 是不是台灣民政府 大門的頭前那裡 到底是台灣民政府 還是台灣政府 我們的新聞情 又 替到台灣政府 到底是誰 變得不乾燥 聽都沒有 來 你們這個時間 我講的你聽 我把整個事情 跟你們講得很上誓 我們的頂頭上誓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對不對 的架構下是台灣民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本身 Mormon政府 我們要稱為平民政府 就是民政府 這支民 這是民 是民民 民ما 從各個國 chinese 都知道你是被贊лар 的地區 民政府 將我們上誓的國家 包括立法 證書 這都是我們內政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裡的 軍事政府是要做什麼? 軍事政府他就是包括我們的國風 包括我們的人民財產的安全 這都是軍事政府要做的 所以說我們不能做兵的原因是從這裡來的 軍事政府他如果說好 你們在大使家裡面 內政你們都做得很好 到幾年後來 我們都已經上過道在國際上接過 都說OK 軍事政府如果撤退後 這支臉就拿掉 拿掉像你四支要怎麼打 這支臉如果撤掉這支臉要怎麼打 台灣政府你這張新聞政就是這樣來 這樣你會怎麼改歲月 台灣民政府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政府 現在也開始在運作 在台灣民政府的價格下 我們已經開始在運作 這個軍政府進來有三個世紀 三個 不知道嗎 軍政時期跟 訓政跟憲政 我們現在就是軍政跟憲政 訓政啦 我們現在有在訓練嗎 有 我們現在就是在訓練 我們的基本法 也有開始 所以說在這個價格下 就是開始運作 台灣政府 你要看我們現在講秘籍 還在專訓 還在訓練 不然如果真好 如果說讓你接到政權 我們剛才比使長在這裡上口也有說 我們都是政治素人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政權如何 也不知道要怎麼接政 你真好讓你接下去 好比說就好 議員 議員要做什麼 變成議員嘛 對不對 這議員 你如果沒訓練的時候 這些錢如果拔下來 久了百億 這樣也不能變 不然我們大家來分一分 這樣可以嗎 不行啦 你要有一個分配法 要分多少 這都要議算 都要算出來 這個議分比都要可以算 這就是我們要訓練 這個目的在這裡 所以說 我們有機會 後禮拜是高級班 我們專訓 到9月5號、6號 我們就來做結束 你們初級班 高級班 都會繼續 我們的分年較好的人材 不然 我第八季的 第八季的 我那時候在上課 我是最年輕的 其實都七十多歲、八十歲 有夠多 那些人說 要叫你用一個LINE 叫一個E-mail 或是發一個簡訊 那很簡單的 話不講 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訓練 像你們這個黑頭髮的 比較年輕的 要叫多少來 你們不要笑 就叫我同學來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要訓練這些人材 不是說老的不好 不是 就是說 老的 也有老的經驗對不對 沒錯 年輕的沒有經驗 老中親 我們來合作會 年輕的 我們來吸收 年月比較多的 這些經驗 不然他們進步的經驗 剛出小學 剛好 大家比喻 小學 人家說什麼 流流秋秋 你有剛才那種騙他也不知道 但是老的 有這個經驗 做得 做這個好的 傳授 這些年輕的 年輕的 有這些 學識 像說我現在打電腦 都用一子神功 我們十幾經頭 我如果打十文經 他如果打十文經 才是年輕的打十文經 我大概要打到點多經 我們打得很快 國際的 情勢就是這樣 都是電腦法 我們就是要做的 最初的迫切 我們人數 我們一定要這些 四千名 高的時候 我們跟美國說 我們都準備好寫了 我們這個參眾議員 我們也是 第二次我們就開始 作立 9月1號 我們就開始就職 整個 內閣制 我們要把它建構完成 送給美國 送給日本天皇 我們這個 制度 我們要給日本天皇 他說OK 上頭 怎麼可以 不是說 發一個說 要做這樣就要做 不是那麼簡單 種種的訓練 這就是保護我們本土台灣人 我們接到政權之後 我們這些公務人員 今目的34萬 我們可能會把他收編 比較少 就是這些PTW 不是本土台灣人的這些 現在我們就沒辦法 帶任這個公務人員的職務 就是都換作TW 就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因為你現在我們的婚 你像說人家外人來的 這就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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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土台灣人來做 因為中國人來這裡已經做了夠久了 希望你們為了前途 基督 那一塊錢 著想就是你們要請這些新聞證 有這些福利 這樣好不好 好 這一個我就說到這裡 謝謝 謝謝